有缘人,你知道什么事情是最值得我们去做的,还永远不会吃亏的,这就是基因德,人做了善事,基因德的人脸上会留下痕迹,眼睛下面会有一重或二重或三重系如丝的细纹,此纹光泽优美,这就是阴质纹。 如果善人行善,广力众生,眼下就会出现此闻,这也说明做善事色身会改变,在身体留下痕迹,那做坏事呢,一样留下痕迹,可见很多事情都瞒不过人的,娑婆世界,众生刚强难逊,佛弟子真的身心因果吗? 这一点我们要反思,很多人说因果通三世,上辈子和下辈子谁也看不到,怎么办? 其实因果不用通三世,这辈子就可以看到了,比如说做了善事应德,脸上会留下阴质纹,这是不是看到了呢? 因果应该是当下可见的,那为什么做了坏事?果报却没有现前呢? 因为他现在还有福德在庇佑着,当福报消耗完了,恶报就现前了,所以佛法讲要忏悔,趁福报还在,恶报还没有现前,要赶紧忏悔,等到恶报现前就来不及了。 这也说明,要多念地藏经,人的相貌不是由父母决定的,而是由自己的业力决定的。 你去看,很多法师相貌都在改变,年轻时和年老时,变化很大,下巴越来越有肉,目光越来越柔和,对众生的悲悯心起来了,目光就越柔和,法相就越庄严,所以修行的结果也是可见的。 做了善事,不要怕别人不知道,上天自然会在我们的色身上做标记,这个变化不是整容整出来的,不是靠营养补出来的,而是福德具足后自然成就的。 古人说,财润润润润身,色身要靠什么来养?要靠德性,以德性来培养自身的福报。 圣人具足的庄严相,都是福德所感召所成就的,这也是可见的。 有一个人心还好,就是嘴巴不好,喜欢搬弄是非,说到底还是心不好,结果嘴巴就是外的,很可惜他也知道这样不好。 但是叶力牵引实在可怕,就是改不过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警警,德性不好,色身就会不好,修行都是来真的。 当然,不要刻意去学算命项链等,等我们福德具足后,智慧自然开发,什么算命,下面这些书自然就懂了。 但算命项书等,不是让我们去评价别人,而是来点醒自己用的,不能说某人怎么怎么缺德。 这样子,不仅算命对你修行没有帮助,反而让你造恶业,如果一个人一生行善,不戳不已。 到了晚年,梅尾会生出三五条特长的眉毛,此眉明无彩眉,乃德高望重,养颜易受之征兆,幼儿内身毛,乃高寿之急兆。 有中老年人,有中老年人,头发从额头日月角开始向后脱,意识急躁。 如果中老年人,头发从头顶开始向前脱,从离往外脱乃胸罩。 得行欠缺之相,当止恶行善,转恶运为吉祥,应得福德厚重之人,可得五种福报,意远离魔障。 物真篇中说,若非畸行修阴德,动有群魔作杖,圆道光月,魔杖在笔,修持在我。 阴德己红,灵丹可计。 如果人想修道,但缺少阴德,一修就会有群魔祖道,而有阴德深厚,就金丹有望,贵人相助。 唐太古妙因《孙真人福寿论》中说,人若奉因德而不欺者,圣人知知,贤人虎知,天乃爱知。 人以悦知,鬼神敬知。 拘其父而不失其父,拘其贵而不失其贵。 祸不吉也,受不折矣。 宫节之换驱矣,水火之灾除矣,必可饱生。 玄其天授矣。 倘若你期望维持自身的富贵,亦或你希求日子能过得更顺遂些, 那么就需要积聚因德。 如此方能获得贵人相助,得到上天相助。 使子孙昌盛繁繁荣,远离恶道。 吕祖泉书中提及,行善良知识者,必然会享受福报。 积累因德者,子孙会繁荣昌盛。 不增添天物,不像盗贼般淫险。 不诋毁正教,行善良知识如救死负伤,救助他人于患难。 若不做善良知识,不积累因德,那么恶道便会无所不入。 因德身后子孙才能繁荣。 而积聚因德的途径,又不增添天物。 不像盗贼般淫险,不诋毁正教,救死负伤。 救助他人于患难。 若做人没有恻隐之心,则会损伤因德。 这时恶道就会趋近你。 四降伏恶鬼,神仙真指语录中说,因德降伏恶鬼。 阳德降伏于人,人有因德鬼邪就会惧怕。 五能躲避祸患。 玄天上帝摆字圣号终讲, 你家因德契合天门,罪孽稍小也不会留下火端不重。 人有因德自然能够远离火患,趋近福报。 那么积聚因德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做好事且让他人知晓称作阳德, 不被他人知晓则为阴德。 阳德回报迅速, 所做的好事让他人知道了。 他人称赞你,赞赏你, 给你颁发奖状锦期之类的, 予以表扬。 报完了就没了,难以积聚。 做好事不让他人知道, 称作因德。 因德之后的福报很大, 积德时间久了, 别怕德不稳固。 你的德在那里, 永远属于你, 他人偷不走, 想不走, 自我修持自我回报, 扬德并不长久, 甚至随修随报, 因德则长久, 且越积越大。 所以我们做了好事, 最好不要让他人知道, 不让他人知道, 你的德行就会越积越厚, 之后你的福报就会更大, 甚至负责你的子孙, 如果让他人知道了, 报完了就没了, 做了坏事要让他人知道, 不要隐瞒, 我们说这是忏悔, 一忏悔可以消除罪过, 所以做好事不要让他人知道, 越少人知道越好, 做好事不让他人知道, 称作因德, 让他人知道了, 称作阳德, 阳德难以计聚, 一旦让他人知道就报完了, 只想着修福称作福德, 福德感应人天福报, 福报有限, 享用完了就没有了, 福想完了就没福了, 没福了恶报就来了, 所以福德是很有限的, 不能超出生死轮回, 因为执着没有破除, 还有我执, 离乡修福称作功德, 功德的福报无限, 因为功德与道相符, 与自信相合, 何其自信本自具足,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 做了好事不助于做好事的想, 不执着于这个好事, 这就有功德, 功德可以超越三界生死轮回, 因为功德里面有智慧, 没有我执, 没有我执就超越六道轮回, 所以福德有路, 会漏到三界里面来, 功德无漏, 可以超出三界, 福在大都是在三界里想, 想完了就没了, 最多只是短暂的人天福报, 想完了还要堕入恶道里面去轮回, 福德有漏, 功德无漏, 福德有限, 功德无限, 福德不离乡, 不破我执, 不能超越三界轮回, 功德离乡破我执, 可以超越生死轮回, 功德里面有福的, 福德里没有功德, 福由善生, 做善事就有福德, 做善事不执着就有功德, 功德里面有智慧, 因此福德与功德表面上看, 并无区别, 只在于用心部, 同在于有没有执着的心, 一个有智慧, 一个没智慧, 所以我们要用智慧, 把所做的福德转化成功德, 方法就是不执着, 自在虽缘, 不少朋友会说这样一句话, 我已想行善, 但我没有钱, 有钱才能行善, 这是很多朋友存在的一个误区, 但不行善永远难以有钱, 没有钱就不行善, 这是恶性循环, 其实要行善积德, 不需要等到有钱财才能行动, 你现在马上就可以行动, 因为太多的行善方法不需要花钱, 举个超级简单的例子, 比如你转发劝人行善的文章, 就已经做了一件大善事了, 因为有可能你的朋友看到文章后, 知道了行善的方法, 开始行善, 那你可就是功德无量了, 不用花钱或者花很少钱就能行善, 积累大功德的方法, 供养各位有缘的朋友, 在大家去看这些方法以前, 有这么一点需要明晰, 我们行善并非仅仅是说, 只有做出了动作才算是行善, 其善心懵懂, 善意呈现也是在行善, 我们每个人都期望其父必活, 然而往往只是一味地向外去祈求, 最终只会毫无所获, 古人讲命自由我造, 福自由我求, 一个人的福气并非是上天既定的, 而是通过自己后天努力而得来的, 时常行善, 福气自然而然会越来越好, 修善就会得福, 遭恶就会得祸, 一切福田都离不开方寸之间, 这乃是根本, 形式若有不能达成的, 都要反过来在自己身上找寻原因, 如此这般去做才是符合礼数, 符合法规的, 所以我们若要想趋向吉祥避开凶险, 就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持续地锤炼自己, 断除恶行, 休息善举, 积累功绩, 累聚德行, 如果接下来的话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在离开前按个赞给我响应, 在评论区留下多行善事, 下面这十二件事, 尤其需要做到, 最能够积累福德, 哪怕仅仅坚持做一件事, 也会具有无量的功德, 其一, 不踏入邪痞之境, 不期望暗昧之事, 这是断恶, 修缮, 开始用功的地方, 也是真诚落实的地方, 凡是斜辟的思考, 见解, 言语, 行为都要避免, 要做一个堂堂正正, 光明伪落的正人君子, 就算是独自处于暗处, 也要保持正心诚意, 不可欺骗他人, 欺骗自己, 去做违背良心的事情, 然而积累功绩, 累居德行, 以慈悲之心对待万物, 存心就是德, 落实就是功, 德若不积累, 就不会深厚, 功若不累居, 就不会宏大, 不要因为善与微小, 就不去做, 不要因为恶行微小, 就去做, 慈悲心是人的本心, 万善的根本, 以慈悲之心对待世间万物, 才是达到至善的境界, 其三, 忠孝有替, 端正自己, 感化他人, 诚心尽力, 刻尽之手, 孝敬父母, 尊重长辈, 这是天理的首要, 人文的根本, 兄弟之间情义如同手足同体, 都是连着父母的骨肉, 胸有地公, 家庭才能和睦, 父母才会欢喜, 自身端正, 不用下令, 别人也会遵行, 一个人若心正, 严正, 行正, 德行圆满, 自然会得到大众的尊重与认可, 才能顺利地去帮助一切众生, 其四, 紧箍虚挂, 敬重老人, 关怀幼童, 对于社会上一切孤苦贫困的人, 都是需要给予帮助的, 我们要尽心尽力地去周集他们, 关爱他们, 其五, 昆虫草木由不可杀, 就算是昆虫一类的小动物, 无情的草木, 也不要随意去伤害, 也要去爱护他们, 这是在涵养我们的慈悲之心, 培养慈悲心要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 不可好高无远, 六怜悯他人的凶险, 劝恶人之善, 对于遭遇不幸和灾祸的人, 须怀有怜悯之心, 对于作恶的人, 要劝其弃恶从善并驾以教诲, 善心不应分你我, 看到他人所做的一切善事, 我们都要随喜赞叹, 不可夹杂贪心与名利之心, 其一吉人之所及, 救人于危难, 看到他人有急切之需, 应当及时予以帮助, 遇到他人有危险艰难, 要即刻给予救援, 这是雪中送炭的善举, 如此积累阴德, 上可滋润拜见祖先, 下可福泽必因儿孙, 将他人之德视为自己之德, 将他人之师如同自己之师, 看到别人好时, 就如同自己好那般心生欢喜, 看到别人失忆时, 就如同自己失忆一样, 心生同情尽力给予安抚, 不借人短处, 不炫耀疾掌, 不可彰显别人的短处让人尴尬, 要尽量为其隐瞒, 不要炫耀自己的长处, 要懂得牵下, 鲍光养晦, 谨言慎行, 才能涵养自身的德行, 恶恶养善, 推多取少, 要尽自己所能, 去阻止他人作恶, 以免更多人遭受伤害, 只要是善的行为, 我们都应该去赞扬去支持, 让其能够为善而不倦, 成为世人的好榜样, 在钱财上与人交往时, 不管是兄弟还是朋友, 我们都要把多的那份让给别人, 自己则拿取少的部分甘愿吃亏, 十一, 受辱而不埋怨, 受宠则如受惊, 受到别人侮辱时, 不要有丝毫怨恨, 而应深刻反省自己, 是因为自己的德行浅薄, 才招致别人的不尊敬, 因此更要精进地断恶修缮, 积累功绩德行, 受到升迁奖赏等荣耀时, 不要得以忘形, 而因感到惊恐不安, 更加小心谨慎, 唯恐自己得博功前, 不能承受这份荣耀, 十二, 施恩不图报, 与人不后悔, 帮人就是帮自己, 这是在为自己修复, 要真心诚意地去做, 所以我们帮助了别人, 就不要期望别人报答, 赠送给别人的金钱或东西, 就不要后悔, 那样就表明, 我们的贪心吝啬之心还未驱除, 所修的福报也就削减了, 因果不会饶人, 一旦做了有损害应得之事, 必定难逃报应, 以下是改写后的内容, 这三种行为最为损应得, 且不可为之, 其一, 无逆父母, 佛说善知己者莫大于孝, 恶之圣者莫为害亲, 世间最大的善变是效养父母, 最大的恶变是陷害无逆父母, 父母乃是我们的第一福田, 倘若不善待父母, 那便是严重损应得的表现, 典籍中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 明朝正德年间, 有个叫周拔的才子, 自有聪慧, 饱读诗书, 吟诗作对, 无所不能, 当时邻里都称其为平阳才子, 周拔在众人的夸赞中长大, 逐渐养成了暴躁乖丽的性格, 别人做事稍不合他意便大发雷霆, 他的父母对他也是千一百顺, 生怕惹他不高兴而遭起拳脚相加, 那年周拔进京赶考, 父母省吃俭用, 好不容易才凑齐学费, 哪知周拔不但不感恩, 还处处埋怨, 觉得父母给他做的衣服不好, 伙食不佳, 甚至朝着父亲打骂, 你这个老东西, 如此窝囊, 有何资格做我的父亲? 父亲听了这话, 气得浑身颤抖, 晕倒在地, 当天晚上周拔就做了个噩梦, 梦中有人对他说, 你今生聪慧, 乃是前世所及福报, 今生你性格乖张忤逆父母, 犯下诸多恶行损耗因德, 你的报应便是堕入畜生道, 果然第二天他就不能说话了, 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如同驴叫, 后来就在驴子的叫声中 移民乌户, 父母双亲恩重如山, 生儿育女历经艰辛, 父母恩德可招天帝, 他们是最应被尊敬之人, 佛典有缘, 若欲无逆父母者, 说天帝在沙暴, 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忤逆父母违背沦常, 必将招来天帝在沙之果报, 故而我们切不可做忤逆父母之事, 其二, 杀生害命, 佛经理讲, 杀生之罪雄劫受殃, 世间最大的仇怨莫过于杀生, 欠债还钱, 杀人偿命, 你伤害了别的生灵, 也会得到相应的果报, 一切众生皆是平等的, 人贪生未死, 害怕受伤害, 众生何尝不是如此呢, 达摩祖师东渡之时, 曾与一猎人打猎, 达摩祖师问, 你一天能猎到多少猎物, 猎人打运气好事, 能猎到好几只, 有时还能猎到怀孕的呢, 达摩祖师摇摇头说, 我只能射到一只, 射到这一只便能使万千动物安宁, 猎人问您能猎到什么呢, 达摩祖师说说的是你呀, 血肉淋漓, 痛苦不堪, 设身处地相想, 谁愿被刀割自身, 千百年来晚中更, 冤愁四海难以平, 与之时上刀兵节, 但听徒门也半生, 孟子也说过, 见其生, 不忍见其死, 闻其生, 不忍施其肉, 是以君子远刨除野, 为了自己的口腹之欲, 不惜让其他生灵遭受巨大痛苦, 而从口中咽下的这些美味, 天下还有比这更残忍的吗? 佛家常言六道轮回, 今生已害他, 来世便会被他害, 杀生害命是极损因得的行为, 所以杀生务必解除, 三妄亦遭孽, 常言道或从口出, 并从口入, 无量受惊, 总是将口业置于首要之位, 人的诸多烦恼, 大抵皆源于此嘴, 时而恶于伤人, 时而背后一人是非, 这些皆为妄语, 妄语的习性害人害己, 妄语会造就口业, 会损耗我们的应得, 常常说妄语之人, 往往一惹祸上身, 在明朝末年, 有一位性秦的书生, 才华横溢, 对诗词歌赋甚是精通, 然而其为人尖酸刻薄, 只要一发觉他人有缺点, 就写成诗词, 还加以流传宋度, 正因这般行径, 他得罪了众多人, 他一生无儿无女, 晚景凄凉, 最终病死在自己屋内, 过了一个月才被人发觉, 秦书生将他人缺点大肆宣扬, 以此为恶, 于无形之中妄为造诣, 福德尽孝, 最终落得个凄惨结局, 法句经, 有言, 口出妄语, 辅于口中, 故而伸展, 游记恶言, 我们的嘴巴若用来劝人向善, 洋人善事, 便会积攒福报, 可若作为伤人的利器, 那便是造了无边罪孽, 最终只会害了自己, 以上这三种行为, 是最为损人应得的, 我们务必要时刻铭记, 切不可违, 做人要行善, 行事要做善局, 天地有良知, 必有福报, 罪及因德之人有四种特征, 即便只具备其一, 那也是功德无量, 《道德经》告知我们万物复因而抱扬, 扬的主荣显, 因得主福寿, 人若为善, 福虽未道, 祸以远离, 人若为恶, 祸虽未道, 福以远离, 万物皆是由阴阳构成, 孤阳不生, 独阴不长, 其一有因德之人, 定然有极佳的悟性, 以及很高层次的认知, 所谓的德亦分阴阳, 常言道以德消百灾, 以德雅百货, 在因德的阐述中, 佛教以因果业理来解释, 有因必有果, 有果必有因, 而道教则用城府来阐释, 行善者必有其福, 为恶者必遭其祸, 其二有因德之人, 必须是有所参悟之人, 在道教信仰中, 因德是积给人的, 但却不为人所知, 因德的因, 就积在那儿, 别人也抢不走夺不去, 钱财越积越厚, 无处不在, 无处不由, 这无形中的福报, 甚是书, 胜且长远, 其三那, 因德身后之人身上, 散发着一种德光, 前世, 来世, 后世, 皆能得善果, 亦可使自己的子孙后, 待得成福, 其此, 因德身后之人, 不会计较一时之德失, 强大的善业, 和强大的罪业, 都能产生极大的果报, 实际上, 如今, 我们一切受用的现象, 皆为假象, 当你意识到财色名利等, 这些欲望皆是产生烦恼的根源, 你就不会再计较得失了, 比如一些有钱人, 造孽快反而灾难来的也多, 所有一切作用也是极空极甲极中, 现今的人将福报简单理解为钱财, 那是极大的错误, 修缮最为重要的是, 处于真诚且无所求, 因其名副其事, 是肉眼看不见的, 包括子孙满堂, 长寿, 健康, 安宁, 手中正寝, 这才叫因德的福报, 积累因德不但能改变自身命运, 还能福责子孙, 愿是人心存善念, 多行善事, 多积福德, 有缘人, 今天的内容我告诉大家如何将能量吃到体内, 首先我们要证实一个问题, 那就是现代许多疾病确实与饮食有关, 许多疾病都是由于不当饮食引起的, 华人社会特别注重饮食, 但许多人并不了解, 一个人身体真正需要的能量摄入量其实只有半碗, 如果吃三碗, 其余两碗半都是多余的, 这往往会造成肠胃负担, 导致疾病, 很多疾病都与肠胃堵塞和中期部族有关, 为了健康我们需要保持肠胃健康, 南怀景大师曾说过, 如果一个人能专心致志, 一天一夜不吃饭, 清理肠胃, 这对健康非常有益, 伊斯兰教有斋戒约, 天主教和基督教也有不吃饭的仪式, 瑜伽练习者每周也会选择一天进食, 这对健康大有弊益, 中国佛教的丛林制度由百丈禅师创立, 他也告诉我们, 疾病可以通过简单的饮食来治疗, 无论什么病, 先清理肠胃, 比吃药更有效, 例如高血压, 糖尿病, 痛风等疾病, 都与饮食密切相关, 然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皮肤臊痒, 智力减退, 叛逆, 自闭, 禁食等问题, 也与饮食有着直接的联系, 因此, 合理饮食对于保持健康至关重要, 生命在于能量, 我们要学会吃高能量的食物, 高能量食物, 关键要认识它们的模样, 食物的能量, 还是指它本身拥有的基本元素, 它可以被我们作为细胞运转能量的补充, 所以能量不需要包装, 只要它有存在, 就值得我们去选择, 我们需要的是实在的能量, 人活着就得吃, 因为相当一部分身体需要的能量, 是蕴藏在食物当中的, 食物能量, 不单单是指我们身体里的细胞, 所需要的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合物, 维生素, 矿物质, 微量元素, 水等七大基本营养素, 还有很多植物化学物质, 这种植物化学物质, 普遍存在于各种骨类, 豆类, 蔬菜与水果等植物中, 比如, 苹果多芬, 番茄红素, 大蒜素, 玉米黄桶等, 它们存在于植物中, 都是植物的自我防卫武器, 对人类的身体而言, 它们也是保护, 我们身体细胞健康, 延缓衰老的重要能量, 可是不是能吃的东西, 都是善意的食物, 尤其是现今很多食品, 被商家精心伪装过, 号称能量很强, 对您很健康, 其实, 它们卑微且卑鄙, 自身能量并不高, 进入您身体, 还要让您倒贴能量, 才能被吸收, 吃尽这样的食物, 不仅无异于身体, 而且可能遗留火患, 可不吃它们, 吃什么呢? 其实高能量食物就在我们身边, 关键要认识它们的模样, 首先, 我们要有个正确的指导方针, 安全的能量食物, 一定是大自然给予的, 而不是我们人类自己合成, 创造的, 大自然在恰当的时候, 一定会给您准备能量食物, 不仅是能量食物, 包括治愈人们被定义的疑难杂症, 大自然也早就准备了, 能够对抗这些邪恶势力的良药, 它们就长在人们可以发现的地方, 关键是我们是不是有灵气去感知, 并有运气可以遇见它们, 以下是一些具体的例子, 来说民饮时如何影响健康, 一一吃出来的扫痒, 曾经有一位患者, 冬季时肌肤异常扫痒, 经过分析, 发现它体内存在阳磷热, 肠胃功能不佳, 这导致身体气血被过度调动至肠道, 以清除内部阻塞, 从而使体表气血供应不足, 肌肤得不到充分滋养, 出现扫痒等症状, 通过建议它适度减少食粮, 它的肌肤状况迅速好转, 二吃出来的笨和叛逆, 有一个九岁的小女孩, 长期腹痛, 尤其是在放学时容易发作, 她非常胖, 多动, 上课时经常犯困, 经过检查发现, 她体内有许多硬块, 她的大便也经常出现问题, 这类小而腹痛的治疗, 除了药物治疗外, 减少食物摄入也是关键, 过多的食物摄入会导致胃肠功能减弱, 形成恶性循环, 三吃出来的自闭和进食, 为什么许多孩子变得越来越自闭, 因为能量向内收, 人体的智能性要自行攻略于近视和弱视的增多, 除了与过度使用电子设备有关外, 也与不当饮食有关, 例如家庭条件好的孩子, 由于饮食过于丰富, 可能会导致这些问题, 减少责骂和怪罪, 多关注孩子的饮食和腹部状况, 避免过于杂乱, 油腻, 高脂肪的饮食, 对预防这些问题至关重要, 以上案例旨在强调饮食对健康的重要性, 懂得如何合理饮食, 可以有效预防疾病, 中华民族饮食文化深厚, 强调食疗养生, 一桌好菜不仅要求营养成分齐全, 还要注重色彩丰富和口味适宜, 中医的智慧在其中体现, 认为食物的五色与人体五脏相应, 能调离五脏, 五味与五脏相连, 能疏通经络, 食物的颜色与性味功效之间, 确实存在微妙的联系, 中医的五行理论认为, 万物可归属于木火土金水五星, 日常饮食中的食物颜色和味道, 也与之相对应, 对人体五脏产生不同影响, 那么食物的颜色和味道之间是否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 它们对人体的作用有何一同? 当一种食物的色与味不对应时, 它对人体的影响又会如何? 例如, 一道菜是红色, 对应养心, 但味道是辛辣, 却对应输肺, 这使它对心脏和肺脏的作用会有所不同, 今天的影片将探讨食物色味的奥秘, 让我们从中获取饮食搭配的智慧, 学会综合考虑色彩和口味, 实现食疗养生, 善待身心, 中医将色归纳为五类, 青、赤、黄、白、黑, 这些不同色色的食物与五脏存在不同的入通关系, 按照《皇帝内经》的记载, 东方青色入通于肝, 南方赤色入通于心, 中央黄色入通于皮, 西方白色入通于肺, 北方黑色入通于肾, 由于五色入的脏气不同, 食入人体后会产生不同的作用, 通过了解这些关系, 我们可以更好地利用食物来维护和促进健康, 青色食物入肝, 青绿色的蔬菜如青皮萝卜, 芹菜、莴笋、油菜等, 能清肝火、输肝气, 适合血压高, 脾气大, 肝火旺盛的人食用, 红色食物入心, 红色温补食物如辣椒、 羊肉、 荔枝、 樱桃等能温补心火、 心痒, 红色含粮食物如红心萝卜、 番茄等则有清心热心火的作用, 黄色食物入肥, 黄色食物如小麦、 小米、 玉米、 板栗、 香蕉、 桂圆等, 具有补皮意味滋养气血的功能, 白色食物如肺, 如百合、 银耳、 莲藕、 白果、 鸭肉等, 能滋养飞阴, 黑色食物入肾, 如木耳、 香菇、 紫米、 桑韧、 紫菜、 海带、 海参、 乌鸡等都能补肾, 一桌高品质的菜肴往往颜色俱全, 颜色多样意味着营养均衡, 食物入人体后不会导致脏气偏升偏帅, 从而减少疾病的发生, 如果接下来的话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在离开前按个赞给我响应, 在评论区留下把健康吃出来, 在平时饮食中, 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选择不同颜色的食物, 例如, 皮须者多选黄色食品, 肾须者多选黑色食品, 同一类农作物或蔬菜也有颜色的差异, 如萝卜分为青萝卜, 白萝卜, 红萝卜, 胡萝卜, 不同颜色的萝卜作用不同, 青萝卜清干火, 白萝卜通飞气力大变, 红萝卜清新火, 胡萝卜补义脾胃味, 米类如小米, 大米, 紫米等, 大米偏入肺, 紫米偏入肾, 小米偏入脾味, 米类中以小米营养价值最高, 豆类如绿豆, 黄豆, 黑豆, 红豆等, 绿豆偏清干, 黑豆补肾, 黄豆补脾味, 红豆补心血, 在五色中黄色食物营养价值最高, 可以多食用, 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一致, 不同的颜色在我们中华民族的观点中也有不同的地位, 这要从五行与颜色的关系说起, 古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食物都可以用五行来分类和认识, 颜色也不例外, 首先颜色被分为五个基本的类别, 然后五色被五行规范分类, 青色与树木的颜色接近, 所以鼠木, 红色是火的色彩, 所以鼠火, 黄色与土地的颜色接近, 所以鼠土, 白色为部分金属的色彩, 所以鼠金, 黑色代表深沉, 隐秘, 神秘, 悲伤等, 与水的特性相似, 所以鼠水, 五行之间通过相生和相克的关系, 建立密切的联系, 如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水生木, 木克土, 土克水, 水克火, 火克金, 金克木, 五行在中华社会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中华民族是农耕文明, 土地是立身活命的本钱, 所以土的地位比其他四行要高, 占据主导之位, 中国古代的很多重要理论都反映了这种思想, 在五行规范自然万物之后, 繁与土结合或属于土的事物, 就高于其他事物而占据主导地位, 因此五色中以黄为贵, 数字中以五为贵, 脏腑中以脾胃为贵, 五胃是脂酸、苦、肝、心、咸, 分别对应肝、心、脾、肺、肾、肾五个脏腑系统, 中医认为, 五胃与五脏相互对应, 五胃入胃各归所习, 例如股酸先入肝、苦先入心、肝先入皮、心先入肺、 咸先入肾。 孙思淼在其著作《先进方》中提出五胃动病法, 强调饮食结构合理, 五胃无所偏颇, 有利于健康, 否则五胃偏颇会引起疾病的发生, 因此饮食对于身体的影响, 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五胃对于五脏的影响, 酸味食物走筋, 适当食用酸味食物可以达到滋阴润肺、 开胃健脾的效果, 但过量食用酸味食物会导致肝气过剩, 反而会降低脾胃功能。 酸味入肝, 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肝功能, 但对于肝功能旺盛的人来说, 酸味可能起到副作用, 眼睛经常充血, 容易发火, 泪下经常疼痛, 稍微烦恼就头痛的人, 以及高血压患者, 都属于肝功能抗进的人群, 应避免过量食用酸味食物, 过量食用酸味食物还会使负责养肝的肾脏疲劳虚弱, 导致牙齿受损变弱, 筋骨变弱, 影响骨骼健康, 苦味食物走骨, 苦味食物能除造湿, 清热解毒, 泄火通便, 利尿及健胃, 还能调节体内酸碱平衡, 但苦味食物并不适合所有的人, 尤其是患有股病的人, 应尽量少食用苦味食品, 体质虚寒, 患有肺疾的人也不宜多食苦味, 老年人如果有形体销售, 手足心热, 午后低热, 夜间倒汗等应需体质的表现, 应避免过度食用轻苦降火的食品, 肝胃食物走肉, 肝胃食物对人体的补益滋养作用最强, 但过量食用肝胃食物会导致营养过剩, 难以通过正常代谢排泄, 从而变生痰湿流在体内, 形成肥胖症, 痰湿沉积在肝脏, 会出现脂肪肝, 附着在血管壁, 会出现动脉硬化, 关心病, 脑血管病, 甚至脑中风, 过量甜味食物还可能导致脱发, 腥胃食物走气, 腥胃食物包括麻味, 腊味等, 气味浓烈, 刺激性强, 适当食用腥腊食物可以除湿, 郁寒, 但长期食用腥胃食物容易导致疾病, 气蓄之人不宜多食腥胃食物, 以免伤及正气, 心阴虚之人, 如肺结核患者, 不宜多吃腥胃, 大病干燥之人, 不宜食用过多麻辣食物, 甚阴虚之人, 即夜间倒汗, 手心脚心发热的人, 也不宜多吃腥胃, 患有臃肿窗截, 目吃内热, 便秘或痔疮的患者, 不宜食用腥胃食物, 咸味食物走血, 咸味食物最具代表性的功能是软肩作用, 即让坚硬的东西变软, 咸能入血, 所以血病患者应避免多吃咸味食物, 咸味的软肩作用会稀释血液, 改善血液循环, 对多热引起血愁和血液循环不畅有疗效, 物极必反, 任何食物过量都可能带来不良后果, 咸味食物过度摄入会导致血脉凝脂, 阻碍血液循环, 因此产后, 手术后或事故造成出血严重的患者, 应避免食用过咸的食物, 同样因血液异常导致的高血压, 心脏病患者, 肾虚者和糖尿病患者, 以及慢性咳嗽患者, 也应减少食盐的摄入量, 孙思廟提出的五味冻病法, 可以作为饮食选择的参考, 全面合理的调配饮食, 特别是患有疾病的人, 更应注意对五味的选择, 食物的色彩更多是从人体适宜进步, 多吃方便考虑的, 如皮虚者多选黄色食品, 肾虚者多选黑色食品, 而食物的五味则是从人体适宜, 少吃某类食物的角度来说的, 如肾阴虚者不宜多吃腥味, 脾胃差的人应少食甘味食物, 如何找到高能量食物, 适时而适, 众多食食, 不得不让我们信服, 有病就有药, 药就在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之中, 吃应激的食物我们一直强调四季养生, 其中的饮食养生便是顺应自然, 吃应激食物, 吃应激食物, 什么是应激的, 大自然一年四季都为我们准备了食物, 真正有能量的, 是那些在旺季里如果不及时摘下来, 就会疯涨的烂掉, 价格又便宜的蔬菜和水果, 便宜美好或这句名言, 唯一不能形容的就是应激蔬果, 吃应激食物, 其实就是以经理所说的, 正确的时间里做正确的事, 新鲜的食物, 能量会比较高, 而去向腐败的食物, 能量是逐渐递减的, 就是说, 如果您吃了一个新鲜的桃子, 胜过吃十个烂桃子甚至更多, 其实吃新鲜的食物, 性价比要远远超过哪些耽误过久, 还没有被入口的食物, 超市里打折的食品, 一定要慎重购买, 食物即使储存在冰箱里面, 也不是安全, 太平的, 吃地道的食物, 地道的食物果树长在自己喜欢的地方, 它的能量就比强迫种植的能量高, 如蓝莓水果之王, 因生长环境挑剔, 非常昂贵稀缺, 但蓝莓现在有两种, 一种是低灌木, 矮角野生, 颗粒小, 花青素的含量很高, 第二种是人工培育的蓝莓, 能长成树那么高, 果实较大, 水分较多, 花青素含量相对偏低, 燕子春秋, 杂下之十月, 居生淮南则为居, 生于淮北则为止, 夜图相似, 其食味不同, 所以然者和, 谁图一野, 其只是味道变了, 最主要的是, 植物的营养成分大不一样了, 有句行话, 道地药材, 就是指在特定产区生长, 品质优良, 药效独特的药材, 不同的植物, 正常生长发育, 及积累活性成分, 所要求的生态质量是不同的, 如何找到高能量食物, 分类而适, 吃原产地食物, 如果是吃有保健作用的食物, 就得吃原产地的, 这样才能吃到高能量, 比如, 灵桶的石榴, 银川的百合, 宁夏的枸杞, 新疆的石榴汁, 杏干和番茄酱, 秦岭的弥猴桃和核桃, 早,大兴安岭的蓝梅和黑甲轮, 东北的大米, 山西的小米等等, 原产地的东西很稀缺, 产量也不会很高, 价格肯定是高高在上, 不过很多特产店里, 可以很方便地买到新疆和山西 魅猛的特产, 多花些钱, 获取到实在的高能量食物, 还是很值得的, 吃有机食物, 有机种植出来的食物, 能量比用农药, 化肥培育出来的高很多, 我们在高北显微镜下, 就可以惊奇地发现, 非有机的土豆, 内部杂乱无章, 如杂草丛生, 而有机土豆的剖面图非常美丽, 图案是规则的, 欧盟组织的一项研究还显示, 有机食品比普通食品更有营养, 可能会帮助人类延长寿命, 研究发现, 有机水果和蔬菜含有的抗氧化物, 比普通食品多40%, 牲口所产的有机奶含有的抗氧化物, 比普通奶高出90%, 科学家相信这种物质能够减少患癌症和心脏病的概率, 他们还发现, 有机食品中铁和心等有益健康的矿物质含量也较高, 科学家统计, 每亿公斤的有机蔬菜, 相当于24公斤非有机蔬菜的营养, 但您会发现, 其实它们并没有卖出24倍的价格, 吃色深食物, 如果可以挑选, 那么深颜色的蔬菜和水果, 甚至是谷物, 都是能量比较高的, 比如蓝莓、黑豆、黑米、紫葡萄等, 因为色彩斑斓, 新鲜美味的农作物, 是所有有益于健康的饮食结构的特征, 每一种颜色, 其实都是满载抵御疾病的化合物密码, 所以我们在果园采摘红浮湿时, 一定要选颜色最红的网框里放, 因为浓烈的红色底下, 就蕴含着高能量, 吃芳香的食物, 芳香的植物, 也都带有高能量, 西方人在烹饪中会加入很多种奇奇怪怪的香料, 比如迷迭香、 罗勒, 而东方人喜欢用葱、 姜、 蒜来调味, 因为带有香气分子的物质, 可以让我们兴奋, 调动体内的分泌器官, 使我们体内代工的机器, 重新转动起来, 很早就盛行的芳香精油疗法, 就是把植物的精华, 注入您的身体, 利用芳香的能量, 这似乎并不是什么难事, 只要了解每种芳香的语言即可, 吃发酵食物, 发酵的食物里面蕴含的能量也比不发酵的食物多, 发酵食品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作为发酵的直接策划者, 酵母富含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酶类, 可以帮助面粉或啤酒花里面的成分发挥得更充分, 转化成更易吸收的营养, 发酵的大豆含有丰富的抗血栓成分, 由预防动脉周样硬化, 降低血压制功效, 能参与维生素K合成, 防止骨质疏松症的发生, 纳豆就是这样, 比医院绒栓用的尿基酶更有效, 更安全, 每天晚上吃上一些, 可以管十二小时, 乳类发酵制品, 乳酸奶、奶酪等含有乳酸菌等成分, 能抑制肠道腐败菌的生长, 又能刺激机体免疫系统, 调动机体的积极因素, 有效的预防癌症, 甜米酒, 在农村一直是妇女坐月子时的补品, 营养价值远远超过了大米本身, 吃串牙, 长个儿的食物, 向上生长迅速的植物, 也具有较高的能量, 比如春天里的春笋, 香春, 韭菜, 大小麦苗, 都是非常有能量的食物, 吃火山土壤的食物, 人类聚集地的土壤里面, 矿物质因为农作物的抽取, 已经几经枯竭, 又因为化肥的大量应用, 土壤里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也被抑制掉了, 所以真正有能量的食物, 往往长在高山之巅或大海深处, 而很少污染的南太平洋一带的火山岛屿上, 富含地下深处岩层物质的火山灰, 也是植物能量的最好来源, 吃带皮的食物, 能量很多时候聚在皮上, 所以我们有时费尽周折地榨汁, 完全是多此一句, 医学界叫早时已经确定白黎卤春, 能防止老化, 加强人体抗病毒的能力, 防止血液凝快和具有抗癌作用, 它存在于葡萄皮中, 在红葡萄酒中的含量要高于白葡萄酒, 新鲜的土豆, 营养最多的是皮而不是肉, 土豆皮不仅可以治疗轻度烫伤, 还能清热解毒, 健脾养胃, 茄子皮也是一样, 茄子抗癌, 降胆固醇, 保护微血管的杀手锏都在皮上, 脱了紫色衣服, 茄子虽然还是茄子, 但已经不是那么有营养的茄子了, 吃全息食物, 全息的食物, 保存着全部的生命信息, 因而具有可以保证物种繁殖的全部能量, 蛋, 卵, 豆, 植物种子, 都是有着全息能量的食物, 但是仅次于母乳的人类食物, 因而婴儿除了乳汁, 第一个肠道的就是蛋, 但是完全营养, 蛋黄补脑, 饱肝, 蛋白修复全身细胞, 蛋壳补钙肩骨, 连鸡蛋壳内壁的膜, 都可以用作面膜, 美容之用, 小米粒大的胎盘, 含极致营养, 但是食物中性价比最高的, 但是长寿老人的最爱, 因其中的营养, 不少都是抗衰老的成分, 食物的色彩和口味, 是古代一家智慧的结晶, 蕴含着丰富的养生之道, 善用五色调离五脏, 用五味疏通经络, 同时还要考虑自身体质特点, 稍作取舍, 饮食不可偏颇, 要谨记五色雕和, 兼顾各种营养, 也要注意五味和缓, 不要过量合理饮食, 反不归真方能顺应自然, 保养生命, 当我们能从中悟出养生之道, 不仅是对古人智慧的传承发扬, 也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zi